1700万社保贪污大案曝光 人社局干部收集900多张适者社保卡套取养老金 收集900多张适者社保卡 违规套取续发社保基金 银行的深夜警铃 终于曝光了这起1700多万元的社保贪污大案 被发现时 涉事人社局股长随身携带600多张社保卡 并已在ATM机上取出15万余元现金 湖南千万社保基金案曝光 1月10日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信息显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湖南省一起千万社保基金案的始末 28名党员干部被严肃追责 11名公职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 2021年2月1日深夜 湖南省衡南县一家银行业务报警系统骤然响起 有人在该行自动取款机上使用多张银行卡 因长时间运行触发了系统报警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 取款人是衡南县人社局农保中心 征脚鼓鼓长羊毛 其随身携带612张社保卡 并已取出15万余元现金 经查 2015年底至2021年1月期间 杨某勾结一些乡镇劳务站负责人 先后收集死亡人员社保卡900多张 因信息更新不及时 系统还在继续向卡上发放社保资金 他将卡里社保资金违规套取后 除了部分送给别人外 其余全部据为己有 随后 杨某又拉拢买通 从恒南县人社局农保中心发放股干部料某某 请示其帮助激活暂停的社保卡 从中套取社保资金 随着套取现金越来越多 为避免被发现 杨某找到该中心主任吴某 送上好处费 让他在每个月的养老金发放审批中开绿灯 此外 他们还通过调高发放标准 潜移发放时间等方式 套取更多资金 据办案人员介绍 该案涉案人员通过待遇续发 待遇补发和待遇调整等方式 共计套取并贪污养老金1700多万元 其中养某一人就分得1500多万元 而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 却长期疏于管理 层层失职 失守 目前 该案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到位 涉嫌共同贪污的9名公职人员 和涉嫌玩忽职守的2名公职人员 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负有领导责任 监督责任的28名党员干部 受到严肃追责问责 湖南省追回养老金5.7亿元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告 查处一案 震慑一片 治理一遇 湖南省坚持举一反三 查就并举 已按促改 截至2021年12月上旬 全省供其抵挡的18大以来 收到的社保基金领域 信房举报801件 核查属实或部分属实300亿件 截至目前 湖南省供排查并整改相关问题4700多个 只付金额3.4亿元 追回养老保险待遇资金5.7亿元 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严肃查处社保领域案件431件 立案310人 移送司法机关38人 即与党纪政务处分172人 追缴或挽回经济损失5300多万元 针对恒南社保基金案 折射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域 存在多领贸领 社会保障卡非本人持有等乱象 暴露出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存在制度落实不严 监管效能不强等问题 湖南省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健全长效机制 强化警示教育和日常监管 推动制定社保基金监管 及社保卡管理 经办机构内控管理 第三方审计 死亡人员信息申报登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 建立社保基金核心数据联通共享核查机制 风险数据共享 比对机制等 解决信息不联通 不共享等问题